《蛋饺》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切块煮汤匙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鲜肉与鸡蛋的结合 互相取胃 不腥不腻 皮薄现大 肉质鲜嫩 金灿灿的外形 像极了金元宝 有招财敬宝的美好寓意 制作黄金蛋饺 主要用到猪瘦肉184克 鸡蛋6只 辅料上需要蒜头 笔起两个 鲜虾10只 调料有白糖 2克食用盐 2克味精 2克白胡椒粉 1克香油 3克酱油 2克 花生油 20克 制作黄金蛋饺 第一步 将猪瘦肉切成肉末 虾仁切碎 笔起切成丁 蒜头切蒜末 放入容器中备用 第二步 在容器中加入葱花 味精 食用盐 白糖 五香粉 十三香 酱油 香油调味 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生粉 混合均匀 制成肉馅 备用 第三步 用生粉与适量的清水混合 搅拌均匀 备用 第四步 将六个鸡蛋 兜打入生粉水中 打散 去掉表面的浮沫 第五步 取少量碎肉线 捏成椭圆形 分成小份待用 第六步 将锅烧热 开小火 用刷子刷少许油 于锅里 油量 以此时锅底没有明显机油为宜 一两勺蛋液入锅 使蛋皮均匀平整地摊在锅底 第七步 待蛋皮微微金黄成形时 将小肉丸放入蛋皮的二分之一半圆处 用锅或筷子把另一边的蛋皮翻上对折包住馅料 这样黄金蛋脚就包好了 第八步 将包好的蛋脚置于蒸笼中 蒸煮八分钟 待肉馅蒸熟后 一盘蛋脚就算大功告成了 黄金蛋脚 鲜香味美 蛋皮紧实 饱满鲜嫩 金黄的蛋皮 裹着肉馅 咬一口 肉汁混着蛋香 令人口口回香 食欲大开 是一款老少皆宜的经典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